所以要顧我們的食道 不要喝烈酒 第二就是不要喝熱湯 六十五度以上 第三就是體重下降的 所以要注意 還有什麼 不要吃冰涼 不要吃冰涼 不要吃昏 你如果真的吃熱湯太熱了 你就需要吃冰 把他綜合回來 我有冷敷一下嗎 有加成 我們吃就是吃飯局 有些人一邊喝熱湯 雞湯 一邊再喝酒 這個是加成的 因為他是先喝熱湯 把食道先破壞 然後那個自來物質又進去 所以說最好就是 你喝酒的話就要加冰塊 把他溫度降低一點點 所以燒酒雞 還要用中 燒 還有酒 不過他酒精有得揮發掉 揮發掉 用米酒 如果像我吃 真的很喜歡吃麻鍋 然後我這樣一邊吃麻鍋 然後我就一邊喝冰的酸梅湯 這樣可以送自己放 綜合一下 一的冷敷 二來個健康的 降溫 降溫的效果 對 如果你真的喝很多酒 就是盡量大量喝水 把那些有毒的乙泉 把它稀釋掉 是 是 是 最好你要喝烈酒 也不是說不能喝 烈酒裡面把它加水 加水 有些人吃烈酒加水 這樣子你就不會濃度那麼高 那有年輕人你愛喝熱湯 結果他的這個食道都受傷了 對 我有遇過 就有一次看門診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年輕人來說 他胸痛 我記得好像十七歲而已 那他說胸痛 他說胸痛 胸痛怎麼看我這一顆 他說他吞東西吞下去 就會卡在 就不太能吞 只要一吃東西胸口就會痛 所以說他就想說 會不會是這邊出了問題 可能是食道 我就說 因為他這個年紀 也不像什麼心臟病 我就想說好 那就做個胃鏡檢查 因為他都已經講到說 他吃東西都會痛 就做進去就發現這張圖 這在食道中段的地方 大概在胸口的地方 我們發現有四個潰瘍 就一二三四 這是潰瘍 這其實是傷口 那個年輕人的食道 那個年輕人的食道 這食道的 這個算食道的內膜 然後他這個是 他的黏膜 上面有這個比較白的是潰瘍 其實我幫他數了 大概有四個環狀排列 潰瘍是暖暖的嗎 就在這裡白白 燙傷了嗎 燙傷 其實燙到 其實是燙傷 後來問他說 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 他就跟他說 他前一天晚上 就前一天晚上 跟朋友去吃那個小火鍋 麻辣小火鍋 還是非常有名的 然後他說他吃完之後 當天晚上沒有感覺 可是半夜就開始胸痛 半夜開始胸痛 所以這有可能 他吃的太辣 而且我們有時候吃麻辣鍋 還有一些藥材 都有耶 我覺得辣很辣也會加成 對 而且裡面有一些 一些辛香料 辛香料有些 他可能在喝下去的時候 他有些有些藥材 或者一些提味的辛香料的時候 他有時候會黏在食道 對 有些會黏在食道 他就可能有時候 我們有時候吃藥也會 有時候吃些膠囊 吃下去睡覺前水喝的不夠多 他會黏在我們的食道 對 他也會造成我們這樣食道的潰瘍 這會病變嗎 不會啦 他應該是算是會痛就是了 會痛一個兩個禮拜 那後來這個大概就要喝一些胃乳 一些胃乳保護 那食道也有一些保護膜這樣子 保護的藥 那他這個其實大概一週 大概就會慢慢癒合了 陳醫師 你看過食道 最嚴重的 那個食道長什麼樣 食道 它就整個腫瘤會腫起來 就是你大概上面 其實都會是食物 就是你坐進去發現 一坨食物在那邊 你就覺得不妙了 都下不去 下不去 有時候你把食物慢慢夾 夾開來 有些是吃什麼雞肉或比較硬的東西 會把肉類夾掉之後 就可以看到腫瘤 腫瘤有時候整個滿起來了 你根本內飾鏡都過不去 腫瘤滿起來了 有 有會整個滿起來 然後你只能用夾子夾 就是沒辦法穿過去 那腫瘤是多大顆了 他至少都三四公分 而且有的他還會往前吃 腫瘤往前吃 吃到前面的氣管 有的還會往前吃到氣管 你造成那個腫瘤器管去造成咳嗽 最年輕的人都幾歲就有 其實食道還在國 我們臺灣其實排名 就年紀發生率是最輕 平均年紀大概都五十九歲 五十八歲 對 其他的癌症大概有的六十幾歲 因為他就在消化道 他等於是最最前端 所以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 不良的習慣的話 最先受傷害是食道 有時候四十歲不到 有的人也有 他才是食道癌 是是是 不過如果你不醃不久 不吃燙的 但是也會得 這個黃小姐這邊有一個科技新貴得到 對 我們有一個科技新貴 他就跟老師說 老師我不醃不久都沒有 怎麼會發現 而且他發現就直接是三期 後來就變四期了 那他的問題是什麼 他就是因為工作 他工作壓力非常大 所以長期有這個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對 他因為壓力造成 對 然後他就整個 他告訴我們說 老師我就一定要 我們吃東西要很小心 乾的 濕的分離 這個我們都有教他 然後他這樣的症狀會改善 那你就他就告訴我們說 那個噴門 噴門就是胃上面 食道跟胃中間那個噴門 冷 整個冷掉了 然後他的胃食的 他的食道其實就 因為他就是一個科技新貴 然後所以工作壓力非常大 然後吃東西就很不正常 然後自己有症狀也沒有發現 對 也沒有覺得 就因為很忙嘛 都充充吃吃 然後一邊吃飯 還一邊討論事情 這樣 然後就很麻煩 四十歲 後來走了嗎 沒有沒有還在 那蘇卿 這個育榮集團的董事長 顏凱太也是十道 對 而且我印象中 他其實當年 大概跟安迪哥 他們過世的時間 其實沒有差非常遠 對 然後而且他過世的時候 我記得他五十四歲 也非常年輕 所以其實就是一個寫照 就是說剛才我們執行長 還有陳醫師講 就是對於臺灣來講 食道癌是相對年輕 男性多 而且你會發現 他們常常是在一些 有些真的是需要交際應酬很多 因為他必須出去跟人家喝酒 然後必須有時候 你說生活也沒有辦法規律 因為我可能應酬完 都很晚才回來了 那我如果倒下來 所以我這個時候餵食到 你又來了 所以各種不利的因子 但是我覺得顏凱太先生 大家一開始比較訝異 因為我記得他應該是二零一六年就發現了 那當時呢 他其實發現之後 沒有多久後就安排了手術治療 那以他其實 其實對自己要求還蠻高的 所以當時是覺得治療後反應還不錯 所以大家就覺得應該算是發現早期 然後治療完了 應該就OK了 因為後來就開始出來跟大家見面 所以也沒有 可是沒有想到 我記得當年2017年之後突然就發現 他又沒有再出來了 所以那時候就有傳說是不是復發了 所以2016發現手術 後來一期燒完就發現 好像沒有再出來 到2018年他就過世了 那時候其實當時醫生本來 以他的財力或幹嘛 應該也會想說到底有沒有其他的藥 因為他當時也是化療什麼都做 那對他而言 他後期也是覺得化療對他來講 他覺得還蠻辛苦的 然後可是醫生跟他說再撐一撐 因為當時就是說 只要我能夠撐下去 我就有機會等到新的治療 他自己是這樣的概念 可是即使到最後2018的時候 他覺得大概也 覺得說再這樣做下去 我會變得不像我了 因為那個整個 本來那個嬰庭的樣子 就覺得自己可能也會行銷鼓勵 所以後來開始意識到說 是不是差不多要放手 即使醫師說說不定再撐一段時間 有機會等到新藥 因為老師說 食道癌的治療方式真的很有限 他早年化療什麼 幾乎就是化療 他沒有什麼有效太多的藥物 其實袁凱特董事長 他在生前走之前 沒有幾年吧 他曾經邀我去參觀他的兩兩款車 一款叫Luxigen 他創的納智捷 但是他要我不是要看納智捷 他要我看他的電車 是電動車 這麼早之前 很早就開始做電動車 而且電動車是他自己開 我們坐在他旁邊 他就說你看我們這電動車多好 這樣 那他最主要就是說 玉龍是有企圖心的 玉龍也做出來了 電動車速度是快 比跑車還快 啟動的時候 品質很好 然後他就說 可是電動車來了 前面有行人都不知道 後面有車來 他說他要克服這個困難 這樣 然後他說他的困難就在於 玉龍公司跟全世界比太小 沒有辦法跟人家競爭 也就是說他電動車其實老早就研發出來 這樣 只是我去這個坐他的車的時候 我覺得他有一點壯志未愁 生鮮死的味道 就是也幫他這個做一個補充 好 來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